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美丽无中文旅宣传推介会在户举行 无中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马洪松出席并致辞 推介会以歌舞欢乐的响版作为开场秀 展现了无中传统文化的活力与创新 随后的我在无中喝早茶节目和无中飞翼八宝茶茶艺表演 让现场嘉宾品味到最地道的无中八宝茶 领无中早茶文化的独特魅力 本次推介会重点推介了无中市看黄河文化 观场成古堡 听红色故事 寻赛上香芹 品葡萄美酒 吃无中美食六大板块 13条精品旅游线路 为上海市民一战式打卡无中美食 美景 美酒提供了官方攻略 活动现场还发布影课入武奖励办法 对奖励办法做出详细解析 引发参与活动的上海旅行社热议 无中各县市 区也对文旅特色和重点文旅招商项目 进行了重点推介 两地重点旅行商 投资商与文旅项目单位签署了合作协议 预计送客10万人次 配合此次推介会 4月起 无中市将针对高铁车票 酒店民宿 景区产品 文创飞宜 乡村旅游 旅游街区 餐饮美食7个领域200余 加市场主体发放200万文旅消费券 对吃住行用购鱼等旅游消费场景 进行20%至30%的消费补贴 特别是高铁消费券 对全国到达站 唯无中站的高铁票订单 进行八折优惠补贴 以最大的诚意 邀请上海的朋友来无旅游 请不吝点赞 订阅